欢迎收看大人画之 最近大陆的媒体掀起了一场打标行动 可以说是全面在起底 过去我们一直称为大陆首善的陈光标 对那陈光标的话高调行善 现在是饱受争议 但今天大陆媒体为什么突然炮轰它 究竟透露哪些闲外之音 马上进入本周预言观点 你没看错 他就是大陆首善陈光标 对比过去的照片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成功减肥后再度亮相众人眼前的他 边唱边跳让你快乐让你瘦洗脑神曲 号召肥胖族群加入减肥大军 也为自己推出的减肥产品当火招牌 陈光标过去高调行善之路 成功标过去高调救灾捐款甚至堆钱砖的行为不仅成为美光灯焦点 同时也引来褒败不一的舆论声浪 不过最近首善彪哥似乎遇到麻烦 未来他的高调行善之路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引发各界关注 说起陈光标其实台湾人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他在2011年莫拉克风灾的时候 他曾经以大善人的形象 捐了五百万的人民币 而且他还高调在台湾发现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一直说他是大陆首善 媒体还叫他标哥 可是最近大陆的媒体不称他首善 叫他首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到底是慈善是真的还假 我这个真的是背后的玄机大的 尤其马上现在已经公布了10月24号到27号 要开18届六中全会有庙 这实际上他背后有含着非常大的 他们中南海的政治斗争 我们先待会再讲 先讲这个标哥 他到底是首善还是这个首片 其实在2011年开始时候 中国金银报还有南方都市报 一些大陆媒体就开始质疑他 因为就是说他什么 他到时候说他各种的大善人 所谓捐了多少钱 那个都是假的 什么希望小学也都是假的 而且他利用其他公司的那个好的资质 然后去竞标 因为他是搞那个所谓的 他的公司叫做江苏黄埔 黄埔资源回收那个公司 其实他就是去做各种的工程 还有就是标人家 比如说废弃的电厂 然后拆来这些废弃品 可是他都是标了以后 然后他再给人家去拆 他自己不做 所以2011年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他还是非常高调有妙 那就是到了那个2014年的时候 他8月时候开始突然沉寂下来了 那因为2014年的年底 令计划他这个落马 所以实际上标哥 根据这一次的财新网 就是他的起底 就是最主要讲说 他跟令计划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这一次 为什么从就是今年的9月20号突然大陆财新网 我们都知道我们两岸新闻界都知道财新网的背景 他是那个财经的那个他们那个传媒的这个传媒体的胡舒立 胡舒立跟谁很好呢 跟中共打摊的第一的王岐山 我们看只要像周区的周永康令计划 什么徐才厚要落马之前哦 都是财新网透露很多玄机 结果在9月20号的时候呢 财新网跟网易大陆网易网站先后发了 财新网就发了 结果这个陈光标是手上还是手片 网易就怕他说他这个减肥 是因为那个把胃切的这个切除一部分 之后缩小之后呢 减肥之后的陈光标呢 说他这个业务瘫痪 然后这个债务缠身 然后到了20 陈光标当然很生气了 24小时立刻反击 说他23号要开这个计则会 而且立刻呢像那个南京那边 就递着要状告这个财新网 要毁谤 但是在21号的时候 财新网再接再厉 而且他们高调的表示说 记者花了一年的时间调查 五篇连续就揭秘陈光标来讲 那揭秘陈光标怎么讲呢 就讲他这个 这次打这个陈光标 我觉得好像又是有种 可以用个什么来形容 大炮打小蚊子 这么讲 因为他这个财新网的阶底 就先从今年3月开始 这个南京那边警方侦办的 他的那个公司有没有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陈光标就传说 他因为立即化的关系 所以立即化的案子 他随时要被传去问话 他又把他这个公司的 法界代表人 找一个姓张的来这个代理 结果就在后来 就是这个仰造说法不一 标哥的说法是说 他主动跟警察去报案 说员工给他表示说 这个姓张的人在公司里面 未科了170枚的各种这种工章 所以不是他冒科的事 然后他让警察去抓 但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他跟这个姓张的 彼此之间有嫌隙 这姓张去保钢标个工程 可是这给标哥12%的利润 标哥不高兴了 然后呢就说 而且就以这个姓张 他就不付什么钱为由 把他的法定的 法人的这个身份给摘除了 又让警察去办公室 结果警察去抓这姓张之后 意外在他办公室 发现170名的印章 可是这只是个影子吧 就像之后你刚跟我说 在大陆这个柯印章 有犯不大罪 假罪对不对 假罪很普遍嘛 世面罪罪 财新网以这个作为影子 就开始来起底他 说他过去这么多年来 因为他说他 标哥自己讲他 从这个过去开始行战以来 捐了20亿的人民币 结果这个财新网起底说 只有2000万 然后呢就说他有这个20几个 你看他们的那个网站 那个江苏黄埔那个网站 他光是公共慈善头衔就22个 他现在唯一可以确认的头衔 他是江苏的政协委员 还有这个海峡两岸基金会 我们也时代委是海峡交流基金会 海峡两岸基金会副会长 然后又说就他这个假标 这个包下标工程之后 又包给这个别人 所以把它整个整个的 总之就是说 他行善是假的 实际上这个人 而且他有假造学历 然后包括他这个这次所谓 他深深说他是真正瘦身成功 因为这个网易起底 他就说呢 因为他现在那个 那个回收这个事业 已经遇到瓶颈 已经那个付了很多债 所以他现在转行卖什么 健康食品 叫做天启元 还有什么好茶 好人好事那种茶 所以就说就讲他说 他这么是假的 那标哥很生气啊 叫控告说 而且甚至说我可以找记者来看 我掀我衣服给你看 我没有刀疤 结果还没掀呢 人家网上就露出来 所以人家都准备好 他去年就是在那家医院 要做的那个手术这个服 所以因为种种这整个加在这个一起 但是呢 财新网这次起底标哥啊 他的这个大的长篇报道的最后最讲是什么 说原来他的发迹哦 都是在2006年的时候 他透过关系老干部先认识了这个令政策 然后介绍认识了令计划 令计划那时候如日中天有没有 然后令计划为什么也对标哥产生兴趣 他觉得说嗯 我看这个标哥能言善道 他真的很会制造化金 王不可否认嘛 很总的行销自己 能言善道就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活雷锋 那他真正被大家认为说 所谓的中国首善这个名字 就是08年的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现在一直被被被棋底说 原来他是假造 因为说汶川地震 他千里持缘 他说江苏掉了多少台的大机具哦 然后呢赶到这个成都赶到这个四川 他亲自呢带人去这个救人 他说光是他们救出来的 就有就是说当然还有死的就六千多个 结果后来被棋底说呢 原来当时他那个陈光标的公司 正好有人在四川 还不晓得利用这个机会 是另计划提点他 然后呢他那个机具呢 也是从成都十几台 没有是从这个江苏租的过来的 但是因为那个呢 还有叫过中国首善 那个时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称赞他 然后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有没有 他也是去第一次跑到现场捐了这个很多钱 后来的也是落马的山西的女商人金书苗说 那个钱都是这个他的 但是财新网这篇他主要讲什么 就是讲说原来你陈光标的 能够这么样的风风火火 因为是令计划来给你撑腰 而且说撑腰到呢 就他举出了财新网举出了五个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令计划已经是无期徒刑 秦城监狱了 令政策也没了 然后那个李东升 有没有都是周永康内挂的 原来是央视副台长 后来那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被判十五年现眼在秦城 李春城 杨卫泽 江苏那个通通市 意思就是说他跟这些人都有这个千丝万缕这个关系 所以呢才这样子发迹起来的 嗯 来他发迹起来 刚刚苑姐讲到说 08年汶川地震 说他变成中国首善 其实后来还有一些事件慢慢堆砌 就让他首善的形象变得更加凸显 是啊 尤其你看刚刚民主讲他2011年 因为台湾对他太熟了 莫拉克台风500万人民币 而且还要号称捐 还要拿1亿的现金现场发 结果那时候被我们这边就阻止了 觉得这样子不好 然后呢没关系啊 他还有最轰动的2014年的时候 他去纽约 纽约时报 他先在纽约时报登了半版的 钓鱼台的广告支持 然后2014年他就去了纽约干嘛 他要拿10亿美金 把纽约时报买下来 然后说呢 就为什么要买他纽约时报呢 他要让这个人类 更和平的声音宣扬出来 纽约时报你都不要理他 这根本是假动作 没有错假动作 但是没关系 那次他到了美国 有没有在纽约 他就请了1000个 就是所谓的流浪的啦 这个贫穷的人啦 请他们 然后呢每人还花300美金 所以他这些让人家很 就是说所谓的行善 然后觉得说那种高调这个行善 可是背后就有人 一件件扒出来他这个造假 比如说很有名 我们看这都有那个照片的 他那个泡在冰桶里面 说要支持舰动人有没有 就后来被发现说 原来那个筒有玄机 大概30分钟 他筒的那个下面是夹成 他上面是并没有错 下面是热的 等于说那个水是温的 他那个冰桶呆在 所以他其实是泡在温水里面 是 对 然后就是说 后来就是说他结社这些像李东生 这些权贵的这个人 他甚至 他原来是做这个资源回收嘛 然后这个又这个建筑物的拆除的 他竟然就可以他的公司扩大到 又是做广告啦 广告版的这个营业啦 还有电脑产品啦 然后他竟然可以包到中南海里面的工程哦 中央办公厅的 还有央视那个新楼的北楼的那个墙的那个拆的 中共建政60年长安大街的那个要整修的拆的工程都是他 而且他自己因为他很高调嘛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他的他的那个书 他自己都这么讲 然后所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2011年大家一直就起以他 就是他这其实各方面通通是圈牛的都有问题 他就是因为靠立体化来扶持他的 他不服气啊 2014年的时候他接受新京报的专访哦 他还是他怎么讲 他说我呀完全没有跟任何的高官有过这个来往哦 我没有靠他们任何人 因为我这个名气太高了 争议太多了 这些高官看见我都躲着我 我是完完全全一个人这么起来的 心意外问他说那你是想要这个永垂不朽吗 他说是我就是要这个样子 可是话语刚讲完 因为他也讲他说他所包的那个拆这个就是废旧物这个工程 他说是接二手的 结果我们刚刚讲了嘛 他全部是一手的工程这样子接过来的 再转包出去 再转包出去的 并不是他自己真的在做的事 还有你看他呢那个哎他还有一个对大家觉得好笑 他是江苏政协委员对不对 那可是当然大部分上人大代表啦 可是呢他实在对人大代人大太有兴趣了 不当人大代表没有关系 从2000年以来一直到今年连着16年呢 年年两会在3月在北京开幕的时候 哲宏有没有看到他 我见过他好体势 他还有他的名片 对我在大会场见过他有一年的话印象非常深刻 他穿一身绿 对他每年都穿着 就因为他强调他要环保 他自己耗低碳 陈光彪耗低碳 没有他我那时候一直看到台湾媒体对他的报导 是说他改名字 他改名叫陈低碳 然后他老婆变成陈绿色 然后他把他两个儿子 两个叫一个叫做环保 一个叫做陈环境 其实他两个儿子 这我们当然讲一下 事事不要讲 其实两个太太 这个都讲 所以他连续16年呢 每年的全国人大 他就到两会去前面 然后呢自己装的塑料袋 里面就是说好像什么推动环保什么东西发给人家 可是另外一个像财新网奇迹 他就讲他说 其实他身上说他最喜欢跟领导人照相 而且照相的时候呢 一定要求人家的角度要好 就要显现出领导人跟我很亲切的样子 然后他随身就把那个我们这也叫做户背 有没有 把那个照片都户背的好好的随身带在身上 他到哪里去呢 就把他跟领导的照片拿出来 或者是他的办公室都挂着很多跟领导的照片 那可能这招在大陆确实有用嘛 因为他的本来名声就高 所以第一方去看要找人家 要包工程要干什么的话呢 这些的他的这个就是说非常这个方便 而且人家媒体再提提他有没有 说他这个他吓死人他的头衔 他的网站就22个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是大陆的县市的荣誉的市民 有71个县市 其中包括台湾呢 对我看他明天上面 他给我明天上面还有9个 我想说到底是拿9个台湾的那个 县市给他荣誉市民 对啊 然后还有学校52所学校的那个荣誉校长 对 还有什么什么荣誉经济顾问 最糗的最好笑的是2014年 他去美国 纽约时报没有满城 大家回来就带了一张联合国发给他的首善证书 而且他在纽约就宣传说他是中国最知名最有影响的人物 那张首善证书拿回没多久又被人家起底 上面英文完全不对 那不是联合国发给他 他还说是联合国发给他假 是联合国骗他的 因为他遇到联合国骗子 对 他说的 可是这种种我们讲说对他这个起底 还有像他他这次减肥有没有 其实被那个王毅讲的没有错 他不是因为自然瘦身的 他是因为这个胃切了 而且他就在今年这个5月6月时候 他不是刚刚我们看吗 高调呢 就是他应征1000名的这个胖子来跟他要削肉 而且他这么讲说 要你想是这1000名的每个人呢 在一定时间之内削掉一斤的肉 1000人加起来就是1万斤肉 他如果这些人削不了肉的话呢 他会负担他们的这个食宿啦 这个全部的双层的费用 这1000人里面再找出100人来呢 如果要每个人都削掉20斤肉 如果20斤削不掉的话呢 每个人给1万人民币 结果发现真的都是血头 对 可是像比如说他不管行善也好 或者是在做生意上面 他吹嘘或者是那个作假的话 这个应该都不是一个太严重的罪行吗 为什么需要动到大陆这些媒体 财新网的话 这么大规格的去对他批评他 所以他们媒体就说是大炮打蚊子 是 到底为什么 财新网我们讲的 我们从过去财新网那个时候呢 中央要办周永康 令计划 这些徐才厚的时候呢 还有财新网 他们这些就发出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文章 所以现在好像从2012年以后 北京中央要办这些大摊大老虎的 那个手法都是 我先用媒体把你给层层扒光 把名声稿凑掉 不过讲的绝对是事实 这我要讲的 这绝对不会是虚假的 然后被扒光之后呢 我再开始来怎么怎么再来 再要收拾你 那这次我们就看 就是说财新网跟网易 20号21号发了这个东西 然后陈光标很生气 就说呢 他这个23号要开记者会 可是他23号到后来也开了记者会在南京 越开越糟糕 他说他要澄清他那个170枚公章的案子 要澄清他这个并没有切位 结果那个记者会多高调 要去采访的记者 现场有200个是他找来的所谓经销商 记者只有50个人 然后呢要求这50个人 要提问的时候先要交提纲上来 结果像他就讲说他21号的时候就在南京 告了这个财新网对背 人家新华社新华网第一时间报道这个消息 我们晓得新华社的背景 结果23号的时候他那个南京记者会呢 反而是我说他的早来的经销商 但有眼不是泰山哦 竟然骂新华社派去的记者 说你是哪来的 你这个不够资格采访 那所以说他23号这个记者会呢 实际上让人家觉得越来越糊疑 那就像陈虹我们就看哦 以财新网对他的奇迪哦 举出那五个人哦 现在都已经判刑了嘛 对啊 那为什么 因为你说因为要这样子 印记话已经倒了 为什么还要再打这个 还要再打这个标歌呢 这中间又有另外一个玄机 说那还是真正的目的所在 就在21号的时候 大陆网络莫名其妙 我看是新浪网 出现一张合照的照片 有没有 上面是陈光彪跟他的太太张婷 然后呢站的是那个令计划 我们都知道 最有意思是在令计划旁边的那一位是 现在的中共国家的副主席李元潮 莫名其妙这张照片 可是后来哦 因为这个大陆另外有起底的 就说觉得这张照片是CUSO的 我仔细看 我仔细看我也觉得是 就说你看他的那个令计划 跟李元潮的 他的那个手臂接缝的地方 而且说这张照片 单神座照的不知道 说是在这个陈光彪北家里面 可是我觉得我仔细看 我也觉得说这个照片 跟他的背景 就是感觉那个人是贴上去的 好我们先不管这个照片 他是不是CUSO 就是说为什么21号莫名其妙的 这张照片出来了 对不对 那 那哲宏我问你为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讲令计划 已经无期同行 关在秦城监狱里面了 对就是当中有一个人 的话就是传闻很多 但是还是没有真的被打中的 跟他有关嘛 对不对 李元潮就直接讲 其实从今年以来哦 那个因为这张照片 其实主要想说什么呢 说李元潮跟令计划的关系 公司方面都非比寻常 主要要讲这一个 令计划现在虽然他已经 无期徒行进了秦城监狱了 但是呢老实讲令计划的周边 他有很多的事情 由于他的弟弟跑到美国去 北京中央不得不跟他这个妥协 然后从今年以来 我想有关李元潮的传闻 负面就很多有没有 一下子说他被抓了啦 一下子说他被双规了啦 一下子说他失事啦 但是过一阵子他又会出来 根据我的了解哦 就是在就是 北京中央准备对令计划动手 还有那时候周永康的时候 因为周永康现在 两个都进秦城监狱了 确实他们两个当时 其实在2012大之前 201218大之前之后呢 他们确实是想要就 又有一个计划 然后拉帮结派呢 想要把咱们习大大给搞下来 那据说就是说 现在这些人都都都已经搞定了 对 可是呢据说呢 呃李元潮就是令计划 他想要拉李元潮进来 然后呢有这么一份计划名单 所以为什么今年以来哦 这个三不五十都李元潮的负面的消息传出来呢 而且这一次呢 这么财新网高调说用了一年的时间 去调查这件事 来打陈光彪 这个就叫做隔一阵子哦 叫敲三打虎一下 还不是正虎 当然那个虎不是那个蚊子陈光彪 我们刚刚也不是已经 蚊子后面的老虎 也不是进了监狱的这个令计划哦 那至于是谁隔一阵子叫敲三打一下 这个这个李元潮呢 我想我不必说了吧 就是那一位当然啦 这个抓贪腐的是王岐山 但是呢还有这个最后的更更做这个 要要做做决定的 我们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先不要讲 所以等于是我们看成光彪彪 看这个那种重点是看六中 可不可以在六中全会之前 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其实你看这一次 我觉得六中很有意思哦 因为那个哎 正好前两天政治局会议 9月27号已经宣布了 10月24到27号要开六中 那这次六中已经讲了 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是 其实大家亲自主持的 就是要党要怎么样 更完善的党内要从严治党 然后有两个这个文件呢 六中要通过 一个就是呢 这个中国在新型世下 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规范 一个就是从严治党要怎么样 就是党内的这个制度哦 他要条例规范出来 而且他讲的这个政治生活 其实我们从现在看 大概他们该抓的这个小老虎哦 小苍蝇啊大苍蝇啊中老虎呢 当然大老虎都抓了 所以这一次这个党员纪律的 我那天看一下927的政治局会议这个官方发的稿子 他有很大程度是要针对高官 对 来做这个政治纪律的规范 那现在其实可以数数数的出来 就是说呢 目前的这个政治局里面的话 哪些需要纪律规范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10月24到27号 举行的这个六中哦 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 哎有点到是他并没有讲说 这一次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嗯究竟什么事项 这个又有玄机 因为每次如果讨论其他事项的话 绝对跟人事有关系 是谁要上谁要下的 那现在就看六中呢 他会被六中27号公报出来的时候 他有没有讲说讨论其他事项 但是这个说这样 这个更显示说 我们这阵子来一直讲的 从这个天津的市委书记 还有那个辽宁的贪腐案 有没有到这一次这个成光标 莫名其妙被打得稀里哗啦的话呢 还是他最主要着眼在19大之前 他的高层的人事的这个部署 对就是反贪连结 这件事情要持续下去 反贪连结当然是要持续 但是藉由反贪连结呢 我们讲了就是说我抓到你 你如果没有贪腐 当然没话讲了 我要怎么抓你都没有办法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贪腐的话呢 你又牵扯上了政治的这个因素的话呢 就看我要不要这个打你了 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是不是真的会有下一支 真的是有意思 好我们来回答网友的提问 网友问说 陈光标喜欢发领导人合照 这一招在大陆经商有多大用途呢 真的有用 不要不要讲说标哥好 像我所知 我知道认识很多这个台商有没有 在大陆他们都喜欢 一些就是只要 比如说见到国外办主任 我们不是常常参加很多这个两样国动 只要张志军主任 甚至国外办的副主任 都要合照 我昨天搞一些合照干嘛 而且现在手机又方便了 对不对 就这么个自拍 原来都是呢 要不就是至少挂在自家的墙上 要不然就是真的随身带着 这样发发 你到那个大陆比较小的一些的 这些县市地级市 非常有用的 这算是另外一种通行证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 像比如说 习大大 习近平的话 他曾经长期在福建任职嘛 所以肯定跟很多台商都接触过 那有跟他合照过台商也不少 然后跟他共识过 他恐怕自己都不记得 对 然后就是跟他共识过 也熟悉他的台商也应该不少 但是如果今天的话 有台商的话 就三不五十拿出来 就是我当年跟习近平怎么样子 就是交好啊喝酒干什么之类的 讲这个的话 现在提这个出来有帮助吗 这个就没帮助了 你要看 因为习近平的个性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他作为国家的第一把手了 然后你如果我只是这个台商的话 他以前在福建 其实我记得小赖 有 小赖也有跟习近平合照过 对 有没有 然后就是说那以前照 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国家第一把手 我们讲的合照照片 以前都不做准 就是说这个要在现在在位上的 如果合照的话那有用 如果现在的话就是 我们哪个某台商 或某人 跟习近平主席合照的话呢 拿出来有用 所以你看那主客博 Facebook的主客博有没有 那个习近平去美国的时候 第一个见他握手 他立刻把那个照片po到他的脸书上面了 结果跟现在 如果以前的他的照片 现在拿出来有用